在这里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 我看在附近有很多人买了那个大豆的提料的那种蔬菜 应该是在附近有个市场或者怎么样 等下去逛逛 这个早餐的一个肉包是两块五 一个鸡蛋一块 一碗豆浆一块 总共四块五毛钱 刚才呢 在这边吃个早餐 吃个早餐以后 看到这里建策的非常好 就像景区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 我也是第一次来路过路边 然后看到是一个村就进来了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现在在山东自博 看我身后啊 都是这些健身器材 然后被这些游乐器材和健身器材所包围了 看上写的是一个村 进来以后我看的都是楼房 然后公园 像城区差不多的 那么很多朋友们就又说了 说既然是这样 又是楼房 又是我看前面还有工业区 还有企业 那又是这个 就是公园的这些绿化那么好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 其实怎么说呢 朋友们 呃 它的庄名 村名啊 名称就叫村 然后呢 它的行政区画也是村 你说它不是村 那是什么呀 它就是一个村 是吧 那上面写的 你看马庄文化广场 还有一个文化广场 虽然是说它不种地的 但也它也是村呀 在我们可能是说传统意义上来讲啊 那都是村呀 就是在必须要在农 呃农村 然后种农田的 那才成为村 当然了 那在那个 种农田的农村 它也是村 它的单位名称也是村 像这也是村 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性质 可能是不一样 这边呢 可能慢慢的城区交界处啊 转化成了一种以工业为主 或者是说能不以这个务农为主了 但是它还是叫村 看看没有说错吧 是吧 那也是个马庄 马庄村党群服务中心 它就是村 不要再说 说这不是什么 这就不是村了 这不是村 那是什么 它确实也是村 文化广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走进来以后 我一看 哎 奇怪 我说这村也建设的那么好 我们现在这个广场 这公园这里转一转 然后再去这个其他的 他们住宅区里面去看看 看看人家这个村 到底是建的怎么样 我也是在路边看到了 我说 哎 这个村 它那个门牌 就是那个牌坊 非常的大气 转进来一看 果然 这个村里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看看黑皮 骏马 那边我们就不去了 绿化都挺好 山东自博这一块啊 就是绿化呀 还有这个细节 这方面就不管人家村里也好 还有这个城区也好 坐到你走到哪里都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你看这是人家的小区 旁边的这个楼房 还有你看那边刚才我们看的是健身器材 这些都是儿童游乐设施吧 他们对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的这个投资啊 非常大的 我看这些呃游玩的标准都非常高 我们走近看一看吧 就是像一般的那些游乐园 我感觉到就是都没有这种标准高啊 那么先进是吧 看看 现在还早 可能没有还有什么孩子在这里玩 攀岩的 看看 秋千滑滑梯 对吧 很多朋友们在说 可能是说 其他的什么江南江泽那一带 那么人家村里面建设的更好 但是这也已经是不差了 是吧 朋友们 对不对 你看这个 翘翘板 很多农村 不是很多村呀 其他的就是城区里面的村 他也是那个 达不到这个要求 还有一些朋友们说 这村就不应该叫村 不要说咱们这山中自博了 就是像一线大都市 那个深圳 我也是去了几次嘛 那边人家也是有一些 那个叫村 他虽然在城区里面 人家那够发达吧 他也叫比如说罗湖村 是吧 就在那个靠近香港 那个地方 人家也叫村 这个他是叫村 你不能说他不是村 那不是村 现在我在这里 这个地方所在的地方叫什么 这没没办法叫了感觉 是吧 他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嘛 对不对 不管他是干什么 他还是村 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庄 你说普通嘛 也有可能就是说 他这个村里面有特点 不是那么普通 对不对 然后你看 这是人家的这楼房 这楼房一看 也是说有一些年限了 并不是说现在的楼房 建的时间也长了 就说明人家这个村 从很久以前都已经是发展起来了 这边的小区 应该不用航拍 就能看得到整体的人 从这一转一圈 就知道这个村里面的规模 还有他们的这个经济水平 都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地方呢 距离我住的那里 是有十十二公里 然后距离资博士人民政府 可能也有几公里吧 也就等于说 他这个位置是比较偏南的 看看 大家感觉到怎么样 这个小区的范围很大 他不光是这一个小区 还有很很几个小区 也有现代化的楼房 现代才建的 我也看了一下 总体来说 他又说着说着说小区了 把我也搞迷糊了 有的一些朋友们说 这不是村 老师说 我们拍的这些不是村 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 它是 有可能以前也是城乡结合部 现在不过都是 城镇率比较高 所以说都以城市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了 对吧 其实咱们文化水平有限 有的时候心里面知道这个方向 知道这个大概的意思 但是语言组织能力表达比较差 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出来 就是这个感觉 朋友们 是吧 如果是说咱们有一些朋友 那个表达能力强的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一下 说一下 给大家来讲讲 那就可以了 综合一下 因为我这个来都是记性发挥的 也就是说 现在看到的什么样的 想到了什么就说出来了 而不是说 我再去写写文案 或者是查询一下资料 或者怎么样的 那样子的话呢 那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我都是走到哪里 看到哪里 他这一个储藏室 看一楼的 都是站在这个楼 建在这个楼下面的 没有建在地下 或者没有建在广场上面 这一个呢 就特别比较明显 就规划比较好 因为第一个呢 他一楼啊 就不会存在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的那种潮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就等于直接性的 就是二楼了 一楼都是变成这种储藏室了 是吧 你说他不是农田吗 你看看旁边 那围墙里面 那还是农田 种的玉米呢 不是 是不是 我们去看看 这不是也也种的呢 看这旁边还有果树 还有菜园 隔起来了 我看怎么没有 进不去呢 给大家来看看 确实哈 这个围墙里面 看还有那个大叔在那里种菜的 啊 有他有门 啊 一家一户的可能是有门 那种菜的 那里面是菜地吧 这就是农村吧 对不对 看看这农村的基础设施 还有那个环境 还有人家这个居住条件 怎么样 那么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留下你们的这个评论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